另外县议员林郑福在县政总咨询中 对于部落聚会所的争取预算编列 封兵海提侵蚀 新设小厨船澳等等的议题来进行咨询 希望县政府能够协助处理 让部落聚会所能够如期的进行发包 以及船澳建设能获得明确的补助和建设 而县云林郑福在县政总咨询中 对于寿风乡光荣部落聚会所的招标 以及东兴部落聚会所的土地水保解编 封兵乡海提侵蚀 以及新设小湖船澳的建设 咨询县府相关局处是 希望各单位的首长能够将县长 对于地方建设的美意落实的执行 寿风乡最大的部落 就是我们光荣部落 还在流标 那试问我们处长 有没有去关心 我们寿风地区 为何会流标 那有没有去关心 这个有关聚会所的部分 华东三期的部分 我想欢迎县政务都非常的关心 尤其华东三期的部分 今年就要结束了 不只是原民处 还有县府的督导汇报 由这个秘书长亲自主持的 每个月也都强力的来督导 本处还有乡镇市公所的执行的进度 那针对光荣聚会所 本来在13号第四次开标 但是不幸又有流标了 那么所以这次呢 要重新再来检调它的预算书 但是同样的寿风 却很顺利的绝标 那么我们目前初步的判断的结果 并不是因为它的利润不足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营造成本身 这个能量不够 就是花莲的营造能量的确不太足 所以很多厂商都已经 这个接满工作了 从我们的永续文化安基乐业 当然我也肯定我们县府对各项的一个建设 那今天我们谈到我们原住民的机会所 那机会所从滚动式的一个计划上 也是陆陆续在112到116年 能够迅速将28座 寿风的12座 能够在112年到116年 都能够顺利的如期的发包 那我本身就是我寿风 将这么大一个部落 结果我们部落的一个机会所 已经两次流标 那流标而后 它的一个问题所在是 它的经费太高还是太低 那相对的我也希望 原民住这里 能够跟我们相工作 这边去商讨 去探讨 为什么会流标 那本身 这个位置都本身 它不是很宽吗 你看看我们的上海计划 台巴朗技术官场跟风雨计划 这么一个庞大的经费都是两亿多 结果这个部落里面整个寿风箱这么大一个部落 叫七角川一角川部落 它的经费才将近两千万 结果会流标有点太扯了 那我也是希望我们原民住 能够都透过我们原民会 再去争取这个经费 能够如期的能够动工这样子 那至于我们建设方面 就像我们新设的海堤 已经冲击到破损了 那我们宪府虽然之前是想说两百五十万 可是积极就不够 那现在听到是说我们的工程会 要补助这笔钱 让封兵工所能够如期去发包来制作巷子 最后一点是说 关于都是在海线 尤其是我们新设的小湖港澳 那县长也是亲自去会看 那看到我们的地方的民意代表 师生甚至移民感到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被注重 那若是说这次的编列预算 有五百万能够如期的发包的话 将来这个封兵的沿岸 不管是以后打卡景点 是很漂亮的一个点 也是让自家居民农民 甚至渔民的有一个场所去捕猎 然后又有这个设施在那边聚集 那大家能够共襄升级这样子 记者凌杰华林市采访报道